我們看九二之二單選十七 那這一題它是一個圓弧的問題 它一開始說這個弧是90度 那看到這90度呢 其實我們知道這圓軸角就是所對弧的一半 所以這個角是45度 那ABC弧是160 對ABC560在這裡90度 所以表示說這個弧它只有70度 那這裡所對應的角這個角就只有35度 所以我們現在有這兩個角 那接下來呢 這個是ABC三角形的兩個內角 所以我們就可以求出來這個外角 會是35加75就是80度 但這個外角呢 在另外這個右邊這個圓裡面 它其實對應到的是什麼呢 對應到的是這個圓弧 所以這個圓弧 它其實就是80乘2 就是160度 對 那有了這個 這個160 那題目要求的就是另外這一部分 這部分的話剛好就是360 再去扣掉160 就得到200度 所以AVD圓弧就是200度 答案就是選項C 至於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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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